那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有些國家真的很死腦筋嘛 目前講最多應該是德國 日本 美國 有一些國家可能他真的就是比較聰明 很會變通有沒有 真的 不死腦筋根本就是天才 真的 我覺得就是台灣 而且他 我覺得那天才就是我老公 我覺得他好會變通 譬如說他要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他知道 他可能知道我也想說 他說不要嘛 我們偶爾夫妻就是 要有自己的朋友 空間 對 自己的空間 他說沒有關係 你要玩 你偶爾如果你要出去的時候 你要跟你朋友 我們各玩各的嘛 你就玩 早一天你可以去紓壓 找你的好姐妹 我就跟我的朋友一直出去玩 我說 偶爾這樣好像也不錯喔 然後等到下一次我就說 我等一下要跟我朋友出去玩 跟誰 那我也要去啊 我說你不是說就是 偶爾也要讓我們 紓壓 對 而且你那時候不是講說 就是照這樣子 一個月可能規定一次這樣 他說沒有嘛 反正我今天也沒事 也無聊 要不然你出去玩 我一個人在家很 很寂寞耶 要不然你就跟我 就是我也跟你一起去 要不然你就不要去 你陪我在家看電影 對 這是雙重標準的一種吧 我覺得台灣人很會 很會 對 為了自己的利益 對 很會 那少俠有嗎 我也覺得台灣人非常變同 很厲害 給你們看了一個照片 是我自己拍的 這是什麼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是洗杯子的那個 對 你們看得出來 生豆 這個 我們為了聖誕節 要買一個聖誕樹 那我想說好 台灣沒有像德國那種天然的 因為你們沒有那些樹嘛 對 可能做一些塑膠的 但是我沒想到 不只是一般的塑膠那個樹 你如果仔細拍的話 它是 用很多小的刷子 做的一個聖誕樹 對 用刷子 像刷杯子 洗淡皮的那種 我真的快笑死了 我覺得 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我們德國人完全不會想到 這就是創意 對啊 很厲害 完全用一個 我們沒有一個 適合的東西 那我們隨便 這個也可以 可以當成這個聖誕樹 我們德國人完全 這個張嚕很好用耶 你沒有看過一張照片嗎 你仔細看 遠遠看以為是一連煙火 仔細看是 真的很厲害 對啊 很厲害 今天聽了那麼多例子 歪滾朋友 真的是死腦筋不會變通 以後只要看到他們 立刻掉頭就走 不要再跟他們聯絡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關分之強 下次見 拜拜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照片 到最後的一段時間 就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